這個 書信為什麼都不會寫 就當跟老師 你看有問題也不來問老師 當來問老師跟老師通信就寫書信了嘛 寫書寫信的時候就有機會練習啦 就這一次期末考出了題目 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 主要考你們頭尾 頭要記得跟人家問好 尾要記得那個 懂得怎麼簽名 他說是 如果你是貴系系學會會長 那當然你要邀請 從 系上的 有人竟然連貴系都不知道 還稱貴系 這個大學能夠畢業還得了 貴系就稱你嘛 你看你是什麼系 像我是中文系 當然這裡貴系就指中文系 你是日文系就貴系 你是日文系你是國貴系 貴系者 國貿系怎麼還貴系 學長學姐大家好 這個太可怕了 所以人在座天在看要經得起全天下的檢驗 這樣拿到大學文憑 出去看怎麼辦 我可想立法院先去質詢再說 不要連貴系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 像人家 像貴校就是 你們學校 貴系就是你們系 連貴系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以為真的有一個系叫貴系 邀請貴系畢業校友參與該活動 意思就是邀請我們系上的校友 假設我是學位會長 所以就是 寫白話的話就親愛的 連大教好都不會 連大教好都不會 有些人只會親愛的學長學姐 然後 就沒了 起碼前面要空兩格 不知道嗎 連那個最基本的 你要寫文言一點的話雅劍 可以啊 在平背裡頭大劍 怎麼寫幾個範本 你看大 這大檔案跟大小的大家的大事一樣 意思不一樣 大是廣泛 這是廣大的意思 廣大的家人 大家我們是一家人 大家就是我們 我們全部一起 這大是尊大 所以也可以叫尊賤 雅劍 這裡有同學寫雅劍 不算是要用雅劍 應該以前學過的 連老師也不一定 如你 我也是 去查了一下才知道雅劍可以 所以文言文這個有些是要學的 有些他用在什麼輩份上 有道理講有些可能要死輩 比較麻煩的地方 盡量有道理用道理去記才不會弄混 請問 請問 然後用心寫作一題二十分 也不用心寫 像寫個作文 你要寫一個邀請函 難道說 很多同學就把題目抄一遍 在2019年11月9號下午2點舉辦 既有回家請你回來 這樣就好 這個任何的說服力 你收到這個邀請函 你想參加嗎 有這麼沒禮貌的直接講說 我們要辦這個請你回來這樣 寫信用心 你今天跟朋友寫 跟你在乎的人寫會這樣嗎 一句虛寒問難 什麼問都不講 直接就寫內容 你看我怎麼寫這個 你現在好 如果要寫現在期末考 1月11號 期末考的時間 那是什麼 快過年了 一年容易又新春 是不是新春年紀 好像用一首詩或一個類似的句子開頭 真的 你家家影號也不知道這一句是 可能 可是這一句好像常聽到 不知道是誰的 你家影號不講 一年容易又新春 又是 春朗花 又進圈 不是又是還沒到 是又進春朗花開的時刻 在過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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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日子特別惹人思念 為什麼呢 是太大了 小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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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又是到了 圍爐 圍爐的季節 圍爐的季節或時刻都可以 這修辭 自己再去斟酌 我的實境秀 你看老師 我們假如今天要寫一個信 怎麼構思 怎麼去改 沒有一次寫好就OK的 要不斷去改 又進春朗花開的時刻 在過年前的這段日子 特別惹人思念 紫音 你看我馬上就改自己的文字 紫音 又到了維爐 又到了維爐的季節 曾經在 一樣的 這樣的校園 同時 接著會出系列 重溫這個詞都還沒有 重溫舊夢 這是我這個輸入法的那個 打字比較方便 以後重溫就可以當一個詞會打 親愛的學長學姐們大家好一年容易又新春天 所以你看一開頭我是圍繞的村來寫 村勾起了思念 思念就希望 你的回來團圓嘛 將去構思你文章要怎麼寫 有這個主幹這就像叫你們寫草稿你一個大綱 這叫大綱 然後怎麼把這個大綱 人有了骨骼骨幹把它填滿血肉嘛 那不好再修改 血都長好了再去化妝啊 所以不能光只有赤裸裸的手提 打扮一下就漂亮了 對不對跟人是一模一樣的嘛 跟人是一模一模一樣的 這個原理都一樣 國文程度為什麼差國文天天要用 你不講國文嗎怎麼會 弄得好像很可怕 有的同學好像課內的還 甚至期中考還破百的什麼期末考那麼糟 整個那個 書信都不敢寫 太誇張你是把那個書信就像課本給的範例寫一個文言 哇很可怕這樣 完全不會 你不跟人家通信嗎 你寫的那些都是書信啊 只是沒有這些格式的 你今天要學的是不是 只是簡訊的那個書信要注意這個 前後的格式還有這個 還有我先還沒寫完 我先講重點就是 這次考你的主要是中間 這個要斷 抬頭 當然提莫考那個 我先寫完整的 例子 提莫考的 空間有限 你可能不能每一個都平台嘛 你可能要挪抬 平台的話他只有 不到十行字你怎麼寫得完 對啊 我也講過這只是測驗考試 你可以一個地方平台 我知道你會平台我兩個 其他用挪抬 都可以 可是一般 歷史裡頭不能平台和挪抬 兩個交錯的 可是就是要考你會這兩種 抬頭平台或哪 那怎麼辦呢 親愛的學長學姐們大家好 一年容易又進 春朗花開的時刻 在或時節也可以 因為後面有季節的避免重複 在過年前的這段日子 特別惹人思念 子英又到了維路的季節 曾經在這 讓熟悉的校園有著 寧夢 是不是要抬頭 熟悉的背影 你要再強調他們熟悉的背影的時候 這裡再尊敬他的背影 因為熟悉的是修飾背影 所以是一個單位不能這樣 你們熟悉的背影 很奇怪 不過好像這樣也可以 熟悉好像有點賣關子 熟悉的背影 這樣是特別想到的背影 盡量還是照文法 因為熟悉這是一個單位 你們熟悉的背影有著我們 渴望的憧憬 曾經你們在這裡讀書 我們渴望的憧憬是什麼 有些話不要講那麼白 我們還沒考進來 所以後面你看上下文 能夠表意的 這就是作文一個技巧 這才叫大人講話 不像小孩子 當時我們沒有考進來 那不是很爛嗎 你看我就不講那個 意思就是 你們曾經在這裡讀書 那時候我們還想進來 所以渴望 如今我們有幸成了你的學弟妹 是不是就考進來了 講話要講 換句話說你剛剛不知道我這是什麼寫的 現在就是跟你講那時候腦袋在怎麼動 是不是就是這樣嘛 那你們的學弟妹 你們的 這提到對方 要抬頭 剛剛講過你期末考沒有那麼多行 當然你就可以 怎麼樣 挪抬就空一格 多麼希望和你們 這裡就 再空一格 可是我這裡還是用平台好了 你們熟悉這個台 可是我這還沒寫完 最好是寫完的時候再抬頭 當然我這個是電腦抬板 那你們就要起草稿 那考試可能沒有草稿 這個我不會 你圖圖改改我就不會要求 可是 如果是手術的話 讓我起草稿 最後才這樣抬 不過 你一定是修改完了 不然等一下又有修改 這個位置要改變 當然電腦打字是有這個方便 你們有多麼希望能和你們 多麼希望和你們重溫 在校的那段時光 我們缺席 的時光 我們填補我們自新的缺憾 我們填補我們自新的缺憾 我們自新的缺憾 他是說11月9號嘛 風紅已經生秋了 我先打草稿 風紅冬前 然後 先把 事就要打草稿 趕快有靈感先記起來 等一下再改句子 有沒有 那所以這個大概結構就是怎樣 啊 這時候才交代時間 時間出來 或者有像有些同學你要另外 像條列式的也可以 另外後面 條列時間 地點當然這種比較呆板 可是比較穩當 那你要把他寫在內容裡 當然也很好 等一下看我怎麼給他融進去 就已經春腦花蓋的時候在過年前的你看我要讀幾遍這第三遍了嗎 你自己悶心自問你們 自己有沒有這樣 吃一血的多讀幾遍 特別有人思念 子英又到了微爐的季節 曾經在這樣熟悉的校園 有著你們熟悉的背影 這為什麼要重複用熟悉 講兩遍強調 就不嫌重複 我有時候就要換一下詞 故意我要保留熟悉的 熟悉的 對不對 現在這樣熟悉的 有著你們熟悉的背影 有著我們渴望的憧憬 如今我們有幸承認你們的學弟們多不希望和你們重溫在校的那段 我們缺席的時光 對不對 我們缺席 填補我們至今的缺憾到現在為止的缺憾 希望 即使因應這些 熟悉一致通過在今年年裡風紅前夕 風紅過後 這都文學語言嗎 馬馬寫美 深冬前夕 能在這樣 有著微如細份的 冷冷清清有淒慘的意思當然不好 我是想寫說冷冷的 對不對 那種冷才讓人家想要團圓 你看人家協婚有點叫緊瞻於 那當然不用那麼文言 白話也可以用的緊瞻於 時間地點就寫進來 這是融合到文字裡頭的寫法 緊瞻於20 要注意啊裡頭寫西元 最後庶名叫西元 不要最後變 緊瞻於或者今年也可以 應該今年比較好 如果是今年的話你就今年 因為怕人家不確定2019這樣比較好 因為你解2019給人家太生疏了 一看2019就今年你幹嘛講2019 可又怕這個人家 以後 你解今年 其實今年就可以了 因為你後面庶名 會簽時間 僅則於今年 十一月 二十九日 九日 這個照抄就可以了 周六 禮拜六也可以 想要 那個的話就禮拜六 假學校 的 什麼廳 柏英廳好 我知道有一個叫柏英廳 好像有一個柏英廳 或者那個 或者什麼大雅館 或者什麼那個什麼 小峰館 對不對 小峰館 那假就假戒講過好幾次了 假就是 這同義復詞 戒學校的 柏英廳 文雅一點的講法 白話文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用假 比較文雅的說法 你說戒 學校的柏英廳 太俗了 戒 口語當然可以這樣 戒學校柏英廳來舉辦這個活動 可以 前面寫的那麼 優美 後面來個戒 就好像這裡用西元 然後後面寫中華民國不協調 這裡那麼文雅 後面寫一個那麼俗的 那不叫雅俗共商 那叫文白假雜 懂不懂 然後舉辦 戲這就是超學啊 那個就好啦 我讀第四次啦 那我看我讀第四次啦 好 子英又到了維路的季節 曾經在這樣熟悉來 有著你們熟悉的背景 有著我們可 這小一點字啦 是怕你們用手機看可能字不夠 那可是 啊對不起我改橫了好 現在一般也是四成九嘛 那這樣可以大一點 一年容易由新生業進春朗花開的車 在過年前的這段是第五遍 特別惹人心念 子英又到了 維路的季節曾經在這樣 你看經過五次檢查也不一定就好 因為現在讀 有現在的 障礙 你也許今天讀完覺得很滿意 再過幾天過幾個禮拜 過幾個月 甚至過幾年再看又有了改 你這樣文筆文章 才會好 是這樣 有著你們熟悉的背景 有著我們 渴望的憧憬 如今我們有幸成了你們的學弟妹 多麼希望和你們 重溫在校的 那段我們 學習的時光 這裡是有點囉嗦對不對 啊 兩個得嘛 所以就是這樣多度才發現哪裡有問題不好的感 解有力當然比較好避免重複 多麼希望和 你們重溫 那段 因為那段我們缺席的時光是不是就包含了 你們在校 你們在校我們缺席嘛 所以這就可以刪掉 懂不懂 你就知道怎麼去改自己的文章 意思可以包含的 不一定要講那麼白 講同言同意什麼 有沒有 多麼希望和你們重溫那段我們缺席的時光 意思就很明白 我們缺席 你們那一段 對不對 對啊 填補我們至今的缺席 你看這樣 重溫那段我們缺席的 填補我們至今 這還有點對仗 排弊對仗 句子整齊的 相對為之相關之意 極齒陰陰的思念 西學會 這極當然不好 現在還想不到什麼詞 以此陰陰的西位 以也可以 以比較沒有收集會的意思 極齒陰好像又太俗了 極齒陰陰的思念 西學會一致通過 在今年年底 風宏過後深冬之前 你看前戲好像比 之前好一點 文雅一點 可是對錯問題後後都 兩句一起讀感覺 風宏過後深冬之前比 深冬前戲好 感覺 這意思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之前 可是你單獨看深冬前戲當然比深冬之前好 可是深冬之前配風宏過後比較好 所以為什麼說對錯問題回到二座 上下完不斷去推敲像下棋一樣 前後左右去周顧 寫到一個好 能在這樣有著 能在這樣 能在一樣 能在一樣有著微如氣氛的 清涼 這 有著微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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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靜好像也不太好 幽靜也太近 幽靜也太近 我是想到一個去太文兢兢兢了一點 幽系 願我們 的夢 這不用顧啦 顧前面已經有了嘛 所以學學會 所以 後面交代 謹靜於今年 11月9月2禮拜六甲學校的伯金廳 舉辦系友年華 回娘家活動 智判 智切的期盼 這是我們期盼所以不能抬頭 因為信發出去通常雖然是學長學本的大家因為不知道是學長的時候這裡可以模糊稱 可是這裡可以單獨稱 智判你因為收信的一定只有單獨人不是學長就學姐 可是這裡因為不缺 你們不要用這個 這是現在商業有時候偷懶的 他不知道學長也對這個符號學術界也可以用 可是 應用文上生活裡頭 不要用那個符號 這個符號還沒 廣泛到生活中還能接受 有沒有 所以不要用那個斜線 不要用那個斜線 半行全行的 用頓號 生活中還可以學長學姐 因為通常 不是說我們男女不平等 通常你要 特別把學姐放前面其實也可以 比較不合一般的 規矩 學長學 甚至你都不要寫 親愛的學長們大家好 為什麼因為學長可以包括學姐 不一定要 因為後面有這個例子我就 這裡就刪掉了 假如你 男女平權或怎樣可以就學長 因為這長是年紀長於我們 學歷長於我們 早於我們 當然 他不是分性別的 就好像我們講先生先與我兒生 沒有講男的還女的 懂不懂 學長本來 那是後來大家通用 學長 其實學長 學兄 兄長 沒有人說學哥 對不對 學兄 倒是還有 後來學長就好像先生變成男性專用了 其實回歸他本來 他本來就沒有性別 前面是門是負數 這裡為什麼可以單數 因為前面是不知 因為收信的 你不知道是誰嗎 不可能裝為一個人 要發那麼多暗血 不可能 像有同學寫說 某某公道見 那為什麼錯 第一個他一定是從事文教界的 文教界 宗教界 為止責的才能稱道見 第二個是 你難道信真的一封一封去寫 你加確定的 一定是集群發的 群體的 怎麼可能 人家也不會怪你 然後那麼多工一個人一個人去寫 所以你一開始的犯稱 內容裡頭因為收信的一定是固定 只有那一個 你裡頭可以用單數的 那這樣的話為什麼 你們比較有團圓的意思 你仔細看有沒有 剛開始 學長們 你們 這樣 可是製判您能拆家 這樣交點比較具體 製判您們參加就很怪 因為收信的只有一個怎麼會您們參加 那前面因為是從問後來也講一般的情形 大家又想團圓當然是 我們您們這樣相對的 並沒有矛盾 不會覺得不同 懂不懂 作文都是這樣去斟酌的 學問大得很 為什麼是國文系 為什麼不能廢 那你以為我會講國語的就會國文 只盼您 屆時 到時候 文雅到時候也可以 不要 客氣一點就在擺盲中 還能 撥融或撥控 文雅一點就撥融 白白畫一點撥控 與我們團聚 這時候我才把團聚說破 前面講圍爐 盡量避免重複用字 我就希望團圓 你看團圓也 團圓前面有用到嗎 沒有 圓我們的用 團聚或團圓都很好 相信 相信 浙江會是 明年新年 前最溫馨 新年圍爐前 最溫馨的一次圍爐也可以啦 因為我們也可以舉辦圍爐 吃飯啊 稀有回娘家 你直接補一些啊可能就真的是 這裡我圍爐當然是文學語言抽象的對不對 那只是團聚的意思 那也許你用科學語言真的辦一個圍爐聚餐啊 對不對就是不是正式的聚餐 點心的那種bar bar bar也不錯嘛 就像人家開會常常外面都會放那個點心 會議外面 那這個時間地點我就已經融在課文裡頭就不一定要這樣寫 然後 最後當然公敬的柱或者緊柱 敬比較好 事業 順心 這白話就好啊 健康 事業順心 健康 美滿 都很好啦 以為 寫這個一定是文言文多難的東西啊 不要文章 文章都是這樣 自然就好 這裡一定要寫多那個 你要像 課本順頌時期 我為什麼不用那個 因為以我們目前寫的 比較偏白話 你這裡來順頌時期 不協調 好像剛剛我們不知道講哪裡對不對 甲字 對啊 甲雖然感覺 比較文章章一點 可是就是比較協調 你這裡來個戒 太俗了 就是這樣不斷去斟酌 然後 祝業進駐是我恭敬助你 這平台 事業順心 幸福美滿也很好嘛 健康美滿也可以啦 幸福 隨你寫 然後呢 這一定要靠右 因為電腦可以這樣排版啦 靠右啦 靠右到底 學弟 學弟 那我是男生當然就學弟啦 學弟 那個系學會 因為這是 同一系的就不要再寫中文系學會 國貿系 因為這就不要再提你自己的系 因為一定是同一系的嘛 既然是系有 系什麼系都不用提啦 那你怕學長他們畢業太多年 你可以 我們系會這裡可以提 那你的什麼系 這裡可以 你就超學校出的題目 系學會 會長 這一定要簽這樣 這恭敬懂不懂 因為你有這個頭銜 這也是你沒有寫 你直接寫學弟孫守真 這我也要扣你分 所以我著重就是頭尾 再來會抬頭 內容 當然寫不好的分數低 不會影響你及格 你會不及格就是一定是不會抬頭 也不會跟人家問候 也不會那個 你看那麼就那麼簡單 大家好 是有什麼困難 一定要什麼 道見大見綱也跟你講可以啊 文雅一點可是我覺得不想採用 為什麼我不去採用這個 親切一點嘛 都是斟酌整篇 這裡要雅見好還是大家好 我覺得大家好比較搭配這個後面 就好像一道菜 到底是鹹還是甜 你要看整個菜色整個味道 不一定說文雅的就是好 文言的就是高貴 不是 那這裡呢你看反而選假不選戒 好像文言又比較高貴 你說標準在哪裡 對錯問題回惡作 教你們那個愛聽不聽 愛學不學 隨你 可能我們良心過 我已經 決定不教了嘛對不對 已經跟人家學一詞了 反正該講了教 講了 你們自己保重 對錯問題回惡作 我們良心過了 過了去以後言我往上帝的審判 我們站了住腳 挺的直凶就好了 學弟 那這裡可以說小資 偏小 偏小壓低不要變上 橫式的也壓低 可是一般好像是往上標 一般橫式還是往上 可是我為什麼偏好下 因為下還是悲一點 可是一般格式還是要上 比較對 學弟 這要不要縮腳其實都可以 不縮小也沒差 學弟系學會會長 順手針盡期 然後 時間一樣 注意啊 我這裡因為正文沒有提哪一年嘛 你就隨便啊 2019就可以 那如果正文你是2019 這裡一定要 公元就這裡要公年 1月11號 我就用大家都在用的 期末考的時間嘛 對不對 這樣就完整啊 這裡就 後面只是 說明了 我給你幾分 絕對是 18以上 對不對 要不要20還不一定 是不是 反正無懈可擊就是20 絕對沒有 然後另外再加分 因為你中間肯花心思 去勾起人家 想回 我們這主打的是動之以情嘛 然後我們也對你 陰陰的期盼嘛 其實陰陰的期盼 或思念 對不對 再加強文字一點 可是要注意會不會比較囉嗦 你看我讀第幾篇第七了吧 佛教裡頭七個圓滿數字 親愛的學長 們大家好 一年容易 然後你也可以寫成什麼 展信於款 我問你為什麼我剛說不到20分 因為老師寫我自己寫的就要給自己20 當然不是嘛 親愛的學長們 展信愉快 你如果寫展信愉快 這個分數大概就19 懂不懂 比大家好好一點嘛 展信打開這個信 這個展信其實就是這個劍 好像一面鏡子 你打開信之後不是會看嗎 那愉快就類似這個 尊大雅 稱恩加嘛 希望你是很愉快 你很尊貴的 你很高貴的 很 鄭重的打開這一封 委屈你啦 以你這個身份委屈你啦 這個大人身份 看我們那個小人的性 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大家 有沒有 展信愉快也不錯 所以你看讀第七遍才想到 可以展信愉快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講幾天後 幾個禮拜幾個月 明年呢 我過幾年後 又有得改 文章怎麼改得完 你這樣才會進步啊 你當然考試沒那麼多時間給我那個 可是我現在就辦教學跟你講 是不是 一年容易又新春又進入春朗花開的時刻 在過年前的這段日子 特別惹人失戀 只因又到了 微爐的季節 曾經在這樣 熟悉的校園有著你們 熟悉的背影 對不對 有著我們渴望的憧憬 如今我們有幸成了你們的學弟 學妹也可以 學弟妹都可以 這裡要不要這樣學 有幸成了你們的學弟妹 多麼希望 和你們重溫 多麼希望 能有機會 多麼希望能有機會和你們重溫那段 我們缺席的時光 不能參與的時光 不能參與的時光 重溫那段不能參與也可以 我還是保留缺席 這都可以在修飾 填補我們至今的缺席 我保留這個是因為這樣 像剛剛講的比較整齊 你把這個挪出來講 你看 好整齊對不對 舍不得 這個壁軸之爭 舍不得拿掉 重溫那段 我們缺席的填補我們至今的缺憾 及此陰陰的期盼與思念 某某系學會 其實不用我覺得這系學會就好比較親切 反正大家都同一個系 系學會 那時候一定也 八成也都有 已經有系學會了 系學會一次通過在今年年底 風紅過後深冬日前 這加強人家印象就是 年底 年底 秋天過後 冬天來了 就要準備參加 再給他一個具體時間 對不對 因為具體的叫科學園比較死板 再加個文學情感化 更渲染的 著色 對不對 加強 那個美感或 加深人家的印象 你看一個東西 不讓你感動的你就比較容易忘掉 容易讓你感動的你就容易落印象 印象比較深刻 是藉由這種心理學 好像人家 講廣告原理類似這樣 對不對 加深impress 加深人家這種impress 印象 印下去 即使 的期盼 以學會 因此 這裡因不因此 其實應該 其實會一直通過在今年年底風紅過後深冬日前 能再一樣有 你看你們就是沒有這些語句 所以為什麼分數都不高 很抱歉 言師出靠徒 我盡我的責 言格把關 你多用點心寫 分數當然高 曹曹寫也不寫什麼內容 不用興趣想怎麼勾起人家想要來參加的那種技巧 用那種技巧來寫的話 當然分數就給你少 你慶菜我就分數也給你慶菜 這很公平 我這還是保留集 因為會議要集議 對不對 集會 即使英的七萬元系列會議是通過在今年年底 風紅過後深冬日前 這當然應該還可以修 意思也不知道怎麼修 能在一樣有著微爐氣氛的清冷優趣 能在清冷氣氛中 風紅過後能在一樣 這比較差一定要改 能在一樣有著 能在這樣清冷 的微爐氣氛中 能在一樣 能在一樣清冷 的微爐氣氛中 一起 來圓我們的夢 一起就比較 這揮來 把它拉起來 那在一樣清冷 這樣 因為這樣嗎 因為 現在這個時候剛好今天我寫這個跟你們講的時候當然前幾天比較熱 今天剛好也是清冷的事 因為清冷讓人家感覺孤獨 把你們拉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比較溫暖 所以 雖然清冷是負面的詞惠 可是就故意用負面去硬撐 去襯托讓人家 有那種推力 Push 對不對 讓人家想到那個 那這樣清冷的微爐氣氛中 故意用微爐就是一樣故意重複 為了前後呼應 微爐氣氛中一起來用我們的夢 謹哲與謹慎的 選擇 這當然比較文雅的寫法 這裡你要說 我們因此選擇在那個就太俗了 跟這個一樣 那有的會像寫結婚請淺的時候用詹 詹也是選擇的意思 可是也可以用緊檢 可是應該是擇比較好沒有人說檢擇 雖然檢擇 有這個詞惠 可是 一般是用擇不會用檢 那詹你看詹也是 甚至你查緊詹不一定會有 沒有 沒有 詹你看動詞 選定 對不對 緊詹於 這選定 他其實還是選擇的擇的意思 這通常是婚禮才這樣用 他其實詹就有擇 這個詹其實是從這個來的 用看嘛眼睛看 看好日子 謹慎的看 選中 好像用詹不太適合 因為現在結婚喜帖來常常用這個 這樣怪怪的 不知道一般這種邀請還有沒有用的 那詹摺是應該沒有問題 這當然是我們動作 謹慎的選擇 就選定這一天 我們不是隨草草決定的 所以用謹慎 去修飾這個動作 餘就在嘛 然後 在這一天怎麼樣 於今年11月9日 禮拜六 賈學校的博音廳 注意啊不要中國文化大學 當然是同一個學校 那尤其是怎樣 我們上信封會寫中國文化大學 所以這裡就可以內容幾乎都可以不要提 有些這裡還寫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 就不需要了 戲學這都比較親切 懂不懂 不要那種囉嗦的 金甲當然是文化大學不是別的 因為這通常在信封裡頭會有 那你如果怕說信封人家拆了之後分開 那當然最好 就在這哪裡出 要嘛文章裡頭要嘛這裡提 學弟中文系學會 或中文化大學 或中文化大學 這也是有點囉嗦啦 是 一般 否則你就選用那個信尖有學校的logo的 對不對 有那個浮水印的 也可以 會這樣寫是怕說信封和信 只分開嘛 有時候人家拆了信 信封都不知道要丟拿 對也是 有的考量就可以考慮 學弟文化大學 中文系學會會長 現在這是怪怪的 清切一點就還是不要 寧願寫在這 或者像剛剛提到時間地點這個 有沒有 洋明山啊 因為文化大學還有 那個程區部啊 也是這樣 請追今年 11月9日禮拜六甲學校的博音提示舉辦 需要回家叫我 製判您 這裡剛好你看 排版的話你看我這裡假如不分行他也剛好 太抬頭你就不用另外 那我這裡 抬頭的話 排版的時候實時是一樣的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電腦回來還是記得要抬頭一下 因為你看我如果換成直式印刷的話 還是有抬頭 我有時候疏忽掉剛好是那裡 第一個字當然你就不用如果是書寫的話當然是沒差 寧介石能在百盲中 這當然兩個能就不要就刪掉一個來自判寧介石在百盲中 為什麼要把人在百盲中有點客氣 就是多體諒人家 人家不是閒閒沒事情 明介石在百盲中 還能 還 你看這個台能撥控 因為我要強調能 能撥控 當然也是他對方的動作 所以 抬頭有一個好處就是也有強調的味道 對不對 對啊 還能 撥控 前來 如果要再強調一次撥控 撥控是一個動作 前來學校又是一個動作 與我們團聚又是一個動作 所以你可以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抬頭說對對方真心還有一個好處有強調的感覺 與我們 甚至更多說一點團聚 相信這將會是明年新 明年新春 明年新年前 最溫馨的 一次圍爐 圍爐是為了呼應前面 敬祝寧 也可以 那通常那個寧是省略就不要提了 敬祝 我的話覺得這補個寧還比較好 敬祝您事業順心 健康美滿 學弟 細學會會長 細學會會長 孫首針近期 2019年1月11日 事業順心 回到一開始有些人道歉你不知道你學長姐現在做什麼事嗎 那一定都有事啊就算沒事也不希望他是 午夜遊民嘛對不對 希望他有好事業事業順心 故意這樣做 這就大概就是雖然花了 壯心一節課的時間 最主要你看我要念幾遍這還沒改完喔 總不能 弄下去了嘛 你大概知道原來老師 我們是什麼寫作的 什麼你搞的 什麼構思 你看從剛開始怎麼構思 寫這個 怎麼改文字 讀幾遍至少讀了七八遍絕對有 對不對然後再去斟酌為什麼要用這個字 字真俱佐 國文有那麼難嗎 該不該學 你自己看你們寫的跟那個 哪些有感情哪些有內容 哪些還比較像一個正式的有感覺很用心在寫作的這個要求 你看人家收到這個光看那個 文筆 內容也好還有格式人家就覺得哇這個很用心 很有誠意 當然想去 對不對該抬頭都給他抬頭了 除非你那個學章節不懂怎麼抬頭 你看哇 這太厲害了 是不是 對啊 因為圓我們的夢 這裡也可以抬頭 一起來 對不對 自然的 一起來 一起來也是包括對方 所以這裡也可以抬頭 神童者能在這樣親人的無氣風 一起來 圓我們的夢 這就像我剛剛講的 除了有抬頭作用也有什麼 強調提醒功能 對不對 就像我教你們寫那個字 為什麼要寫標題 要討喜 標題是 這就類似標題 你看好像一個標題列出來 人家有時候 懶得看那麼臭長的 看到這個短的 然後你文筆又好讓人家吸引人家讀下去 他也許 原來長的不想讀就順的就讀完 好嗎 就這樣啦 加油啦 阿彌陀佛 好啊 好呀 好呀 來吧 中文字幕——YK